来看一下第三位 第三位又是一位孔子的弟子 这个人的名比较 比较搞笑 这个人叫子健 这是他的字 他的姓呢 姓福 名叫不齐 名字叫福不齐 听着跟这个 扼斗似的 对吧 福不齐 福不起来 但不是那个福不起 这个人的名字叫福不齐 我每次看到论语当中 有些人的名字都特别搞笑 我们今天学个福不齐 回头再给你学一个 什么宰我 对吧 就每一个都很有意思 我先给你敲一下 这个福不齐的名 福不齐 字 这个字也非常搞笑 叫子健 福不齐 字子健 但是福不齐 其实是在历史上 一个非常 非常非常有名的人 这个人曾经有个 什么厉害的地方 他在今天的山东和泽 和泽 你们知道有一个地方 和泽市有个地方 叫善县 你们知道吗 今天直播间里 没有山东和泽的 和泽有一个善县 这个福不齐曾经在善县做宰 就放在间就是县官县令县长 治理善县治理的特别好 而且是垂拱而至 就是无为而至这种 最后这个史记的 众尼弟子列传当中 专门讲到过这个福不齐 他说福不齐 当年做善父载 就是做这个善县的县令的时候 无为而至 结果呢 身不下堂而善父至 就是还没有 自己不用出这个县 就被他治理的特别好 后来呢 这个他就跑过来 他跟自己老师讲 自己去当官 当县官的情况 孔子岚去称赞他 说哎呀你这官 有点可惜 对吧 让你当的官小了 要是更大的话 你还能有更大的成就 这是福不齐 这个著名的善县的县令 历史上著名的善县县令 所以后来 在这个唐朝的时候 包括宋朝的时候 大家经常会 皇帝们去追封孔门弟子 会去追封这个福不齐 叫他叫要么叫善伯呀 或者叫善辅侯啊 就叫这样的 所以他是跟善县 这个地方绑定的 如果你们今天有机会 去山东合则的善县的话 你们一定能够看到 各种各样跟福不齐 跟子剑相关的 这样的故事 那么这一条呢 就讲到了 孔子对子剑 福不齐的评价 你们以后不要知道 善县只有个羊肉汤 只会吃 这不行 好吗 这里边评价子剑 怎么评价呢 他说君子在弱人 弱人就是那个人 就这个人的意思 说这人真是个君子啊 就讲了这么一句话 说这个子剑真是个君子呀 后面怎么讲呢 鲁无君子者 思焉取思 如果说鲁国没有君子的话 那这个人是从哪儿学的呢 学的这些君子的品格呢 这里面有两个思 这两个思都是代词 前面这个思指的是这个人 取思的后边的这个思 代表的是这种君子的品格 因为福不齐也是鲁国人 福不齐也是鲁国人 孔子在讲到福不齐的时候 就赞叹的说真是个君子 这个人 谁说鲁国没有君子 如果这个鲁国没有君子的话 福不齐这个人是从哪儿学到的君子品格呢 鲁国当然是有君子的 对不对 鲁国最大的君子就是孔子本人 所以在这里面这个 他是对子剑的一个很高的评价 君子在弱人 鲁无君子者 思焉取思 这里面有用到了两个思 代表思这个字都是这的意思 只不过呢代表的东西不一样 就好像我们今天讲这讲词 说这个人从哪儿学的这种品格 他的代指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前面这个思代指的是子剑 福不齐 后面这个思代指的是君子品性 对吧 君子在弱人 这是这个第五篇的第三章 是对福不齐子剑这个人的一个品价 所以我们在读论语的第五篇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认识各种各样的人 对吧 后来的人对这些人的评价往往都出自于论语 因为论语是一手材料 论语是一手材料 其他的很多都是二手材料 很多都是后来的人传传传传来传去的 有的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这是我们的第三篇 这篇呢 其实证明了子剑这个人不但品格高尚 而且善于学习 对不对 所以他后面讲到说 如无君子者 斯焉取斯 就也证明 反过来证明子剑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 好